哈囉 大家好 我是Emma老師 面膜呢 是我們一整天疲倦下來 肌膚急救 以及深層保養的重點 絲瓜舒緩面膜呢 它含有滿滿的保濕因子絲瓜精華 它可以讓你的皮膚水嫩 現在呢 就讓我為大家介紹它的使用方式吧 現在我就來示範一下絲瓜舒緩面膜怎麼使用 絲瓜水嫩面膜呢 裡面含有滿滿的絲瓜精華 它特選的面膜紙 可以讓皮膚跟面膜的服貼度更高 當然啦 從冰箱拿出來效果更棒 因為它可以達到一個冰鎮的效果 現在呢 我就要為Model示範上怎麼貼面膜 在我們貼上面膜紙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的 先從額頭開始 好 貼上去的時候呢 用手稍微把空氣推出來 順著臉型 從鼻子開始 好 這個地方也不要忽略喔 因為呢 面膜紙它非常的貼心 幫我們做了很多的切口 所以呢 我們就順著這個切口 把皮膚 整個服貼住 好 等候呢 15分鐘至20分鐘之後呢 面膜取下 你就有非常保濕水嫩的肌膚囉 時間到了 我現在呢 把面膜取下來 記住 一定要由下往上 把面膜撕開 好 臉上呢 滿滿的精華液 這時候你就可以用輕拍的方式 讓皮膚呢 把這些精華液全部都吸收 記住喔 一定要再擦上保濕霜 這樣子呢 就可以有美美的肌膚呈現了 好 把渦伴進去 找到了 封面膜 就是這麼多的 我就知道了 好 你的身分 好 讓我來自然之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